这个孩子智商仅有75 但他的人生似乎像开了挂 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 他魔性的舞蹈被客人学习表演 却没想到进火遍全球 而大家都叫那个人猫王 上学的时候被人欺负 他跑进球场 结果被教练看中了他的速度 他很轻松地进入了国家队 长大后 他参加了越南战争 一不小心成了民族英雄 总统亲自给他颁奖 他却当着众人面 脱下裤子给总统看屁股上的伤疤 他投资了一家公司 那家公司叫苹果 这个开挂人生的人叫阿甘 小时候驼背 医生给他装了个矫正器 所以走起路来摇摇晃晃 阿甘家并不富裕 小时候住在临时公寓 隔壁叔叔经常过来逗他 两人一个弹琴 一个跳舞 小孩扭得还挺有意思 叔叔让他再来一遍 两个月后 妈妈跟他逛街 他发现这个叔叔出现在电视里 扭得正是他那段舞 叔叔现在出名了 大家都叫他猫王 因为阿甘智商只有75 同学总欺负他 只有珍妮愿意做他唯一的朋友 有一次同学又来欺负他 珍妮也拦不住 就让阿甘快跑 阿甘越跑越快 挣脱了矫正器的束缚 如同风一样 后面追他的几个同学都看上了 他们骑车都追不上 就这样他们上了中学 那些欺负他的同学也换了装备 将自行车换成皮卡 继续欺负阿甘 慌不择路的他闯进橄榄球训练场 他也不管人家在比赛就一直往前跑 结果所有球员都跑不过他 看到这个速度 教练一下子就站起来了 赶紧问助理这人叫什么 然后阿甘就被收编了 他以体育生身份进了大学 球场上阿甘不懂战术 只知道一味地奔跑 结果没有一个人能追上 几场比赛下来 阿甘轻松进了全明星队 并且获得了面见总统的机会 大学毕业 正好遇上征兵 都说军队苦 阿甘反而如鱼得水 因为在这什么都不用想 只需要服从命令就行 心无旁骛的他甚至打破了 连队的装枪记录 军队的生活虽然有些枯燥 但好在这里他认识了小黑 他们一起拖地 一起擦皮鞋 小黑家里世代捕虾 他计划买一条属于自己的捕虾船 到时候和阿甘一起创业 夜深人进食 阿甘会想起妈妈和珍妮 这两天放假 阿甘回去见珍妮了 没想到她已经辍学变成了一个封城女子 在酒吧住场 还被客人欺负 阿甘看到珍妮被欺负 上前替她出头 却没想到让珍妮丢了工作 其实这些年 珍妮过得并不是很开心 父亲变态 母亲早死 她的生活没有幸福可言 于是就开始自甘堕落 早早进入成人世界 变成现在这样 她不想让阿甘看到自己的狼狈 就狠狠地骂了她一顿 随即搭上一辆陌生人的车和阿甘道别 临走时 阿甘告诉珍妮 自己被分配到越南战场 珍妮听了之后 赶紧对阿甘说了一句话 如果遇到危险 记住一定要快跑 跑得远远的 她点了点头 像小时候一样 和珍妮分开后 阿甘和小黑来到越南战场 刚到的几个月 战场上的情况并没大家说的那么可怕 他们连敌人都没见到过 每天就是哥哥草 走走路 进行一些模拟训练 但很快他们就遭遇了一场埋伏 敌人的火力很猛 都是重武器 中队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队长下令撤退 所有人都在后撤 阿甘想起了珍妮的嘱咐 跑得飞快 很快她一人就脱离了战场 她突然想起小黑 那是她的朋友 她决定转身回去救兄弟 路上遇到受伤的队友 她照单全收 就这样 她把小半个中队都背回来了 包括队长 也包括小黑 只可惜小黑受了很重的伤 临死前 她还心心念念着回家补下 阿甘在营救队友过程中 屁股中了一枪 队长则失去了双腿 她整天沉浸在痛苦中 甚至还则被阿甘救了她 不久阿甘康复回家 因为在战场中英勇的表现 她被总统授予勋章 总统听说她的屁股中了一枪 就开玩笑的小声 和她说想看看伤疤 没想到阿甘想都没想 就把裤子脱了下来 在一次和平演讲上 她意外地发现了珍妮 珍妮带阿甘来到黑豹党基地 这里的人对她不是很友好 珍妮的男友 对她自作主张 邀请陌生人来此十分不满 便对她拳打脚踢 这可把阿甘给激怒了 珍妮是她最心爱的女人 她猛地冲上前 揍了珍妮男友一顿 然后他们被友好的请了出去 出门后 阿甘表明了自己的心意 希望能成为珍妮的男友 但珍妮并没有回答 她转移话题 两人彻夜长谈 仿佛回到童年时刻 可第二天 珍妮还是去过四处漂泊的日子 阿甘将自己的勋章给了珍妮 阿甘说 能得到这枚勋章 都是因为珍妮让她跑的 珍妮问她 两人再次分别 因为阿甘在休养期间 展露的乒乓球技术 军队没有让她再回到前线 而是让她给富商的老兵 做表演慰问 几年后甚至代表美国 有史以来第一次走上了国际赛场 回国后 她遇见了队长 她过得并不好 整天借酒消愁 她带着阿甘到酒吧买醉 阿甘告诉队长 她答应过小黑 等战争结束 她会到小黑的老家买条船 当堵虾船的船长 队长以为她吹牛 大笑地说 如果你能成为船长 我就不再天天买醉 成为你的大副 当天正好是除夕夜 两人干脆一起过了新年 几个月后 阿甘代表乒乓球队 又和总统见了面 总统把她安排到水门饭店 当晚 她发现对面楼 一直有人拿手电筒 在翻找什么 灯光太晃眼睛了 让阿甘睡不着 于是她就给前台打电话 说对面楼停电了 赶紧派人过去修一下 结果第二天 水门事件曝光 总统因此引就辞职 而这个阴差阳错的举报人 正是阿甘 也因为这件事 阿甘结束了当兵生涯 被迫退役 此时她已筹集到足够的钱 正好可以实现小黑 未完成的愿望 她来到小黑的家乡 买下一艘捕虾船 投身捕虾行业 可捕虾也是个技术活 她一个人忙活了半天 也就捕获了一只小虾米 港口的大叔告诉她 船没有名字就没有好运气 而阿甘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名字 那就是珍妮 这天 她驾驶珍妮号在水面上航行 突然发现了队长的身影 原来队长是来兑现承诺的 她在酒吧说过 阿甘这种傻子都能当船长 那她就来当阿甘的大副 队长坐在桅杆上指挥着阿甘 不过队长的补虾技术也不咋地 补捞上来的都是一些垃圾 于是队长随口说了一句 也许你去祷告 我们就能补到瞎了 阿甘听了队长的话 还真的每天去教堂祷告 或许是上帝听到了她的声音 一场台风袭减港口 其他船只都被毁了 只有珍妮号依旧坚挺 如今没有了竞争对手 他们随便一往下去 都能满载而归 阿甘赚得盆满钵满 他大手一挥 干脆买下12艘珍妮号 再之后队长帮他注册了一家公司 成为全国最大的补下公司 而队长也终于释怀了 活着的意义怎么也比死亡的荣誉大 事业一帆风顺的阿甘 突然接到母亲病危的电话 他急忙放下手头的一切 马不停蹄地奔跑回家 陪他走完了最后一程 母亲临终前告诉阿甘 没人能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 所以要把握当下 失去亲人的阿甘决定将公司交给队长打理 自己则在小镇找了份清闲的工作 有一天 阿甘收到一封信 队长说他最近做了一笔投资 他们以后再也不用考虑钱了 阿甘一看信上的标志 以为这家是卖苹果的公司 他也没多想 反正不考虑钱的事 他就把大部分钱捐给了慈善 因为妈妈告诉过他 钱够用就行 他甚至还把公司的股份给了小黑一家 小黑的妈妈看了兴奋地晕了过去 而阿甘到了晚上总是难以入眠 因为他一个人时就会不停思念珍妮 这天 珍妮回来了 他终于不再是一个人 阿甘觉得很幸福 他向珍妮求婚 却被珍妮拒绝了 并不是因为自己看不上阿甘 而是他觉得自己配不上阿甘 两人深度地交流一夜之后 珍妮还是选择离开阿甘 看着空荡荡的床铺 仿佛前日的那些美好近视泡影 而且连自己送的勋章也留了下来 随着珍妮的消失 阿甘的心也变得空洞 思索了很久之后 无所事事的阿甘决定不再颓废 他突然起身向屋外跑去 他不停地跑 跑过小镇 穿过整个县城 他就这么一直跑着 穿过了整个周 跑累了就睡觉 饿了就吃饭 他跑了整整三年 慢慢地 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他 有记者过来采访 有追随者过来跟风 越来越多人觉得阿甘的行为振奋人心 让示意者充满斗志 越来越多人将他当作精神灯塔追随在他身后 一些商人看到后嗅到了商机 一个卖T恤的商人找到他 想把他的照片印在衣服上 却意外获得了比照片更好的图案 他的产品也因此一跃成为美国顶级潮牌 这个笑脸叫Smiley 终于 阿甘在跑了三年两个月 14天16小时的时候 跑累了 他要回家 回家后 他收到珍妮寄来的信 他按照信中的地址找到了珍妮 珍妮气色很好 他把这些年看到有关阿甘的所有新闻都剪在一起 变成了一本相册 他就这么拿着相册 看着阿甘欲言又止 没多久进来一个女人 带来一个孩子 他抱起孩子告诉阿甘 这是你的儿子 原来 就在珍妮离开后 发现自己怀了阿甘的孩子 知道这件事情 阿甘的第一反应不是惊喜 而是担忧 他怕自己的孩子智商跟自己一样低 直到珍妮告诉他孩子很聪明 他才松了口气 珍妮让阿甘来找他 是因为珍妮得了绝症 他需要给孩子找一个依靠 于是他主动要求阿甘娶她 婚礼如期举行 换上了甲织的队长也过来捧场 不久珍妮去世 阿甘陪他在床前讲了他一生的故事 最后把他葬在小时候那棵树下 他就这么一直陪着他 就像小时候一样的陪着他 他把儿子送上校车 儿子跟他挥手道别 脚下的羽毛扶摇直上 就像影片开头一样 阿甘好像看到了小时候的自己 电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 你无法预知将会尝到什么口味